上回书说到剑山旁来岛 一次并肩王贺天奇 摆上酒页 请谭桂林跟他这义子 这屏风后头站着郡主呢 郡主一看非常满意 娘啊 您快出去吧 您听我爹都没得说了 郡主知道啊 爹嘴笨呢 奶娘一听这是郡主愿意了 奶娘抄起茶壶就出去了 给元帅谭天 倒了一碗茶 给少帅王斗倒了一碗 然后啊 就给贺天奇倒了一碗 倒茶的时候呢 就冲王爷一笑点了点头 这贺天奇啊 也大着平常就爱跟下人开玩笑 哎 咱不早出来啊 你下辈子还长麻子 把这奶娘气坏了 元帅谭桂林 跟这小孩鱼斗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奶娘瞪了也贺天奇 奶娘回去了 这贺天奇高兴啊 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心说我没得说 你既然你们娘俩都愿意了 你都不早出来啊 现在闺女愿意了 贺天奇可有话说了 哈哈 唐元帅啊 我看少帅少年英俊 啊 前程远大 我有意将我的女儿 郡主瑞娘许配给少帅 咱们结门的亲好不好啊 你们 意下如何呀 谭桂林 看了看 鱼斗 二啊 王爷厚爱 要招你为东床坦夫 你还不谢亲吗 鱼斗赶紧站起来 跪倒在地磕头 多谢王爷错爱 王斗 谢亲了 哎呦 拿过来纸笔墨宴 谭天就写了两份龙方帖 换帖为定啊 然后又说了一会儿话 谭天告辞 贺天奇把他们爷俩送到府门外 看他们龙四将任等 帮安上马 骑着马走了 自己呢 才回归 殡奸王府 这下 姨子殡奸王 贺天奇 贺王爷 把女儿郡主 许配给 谭元帅的义子刚儿了 就传遍了整个建山棚来的 谁不羡慕啊 你说这小孩进山之后 给谭元帅磕了头 嘿 还娶了郡主瑞娘 王双全踏实了 心说有了王爷的考山 这回得赶紧抓紧机会 盗宝凳 晚上 王双全就跟鱼斗商量 兄弟 事不宜迟 有了王爷的考山 咱们可得办正事了 今天晚上到九寿贺天亭 去盗龙凳 好啊 就这么办了 哥俩商量好了 吃完晚饭之后 躺在床上休息 一直耗到夜里 二惊天 两个人起来 收拾停的 抬胳膊抬腿 不发膀 不发皱 周身自然 王双全就跟鱼斗说 今天可必须成功 明天我休息 咱们请假出山 走 哥俩把灯光熄灭了 出了帅府 一直往西走 走边山小路 怕碰见人呢 两个人脚下 升风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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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走得真快 时间不大 就到了九寿贺天亭了 这九寿贺天亭 非常高 在这亭外 二十几丈方圆之内 一根草都没有 遍地都是消消埋伏 只要你踩上 掉下去 就得死 王双全带着鱼斗 来到九寿贺天亭 这消消埋伏的边缘了 兄弟呀 这贺天亭周围 可都是消消埋伏 咱们俩全都不懂 倒灯这主意是我出的 兄弟 你给我寻着风 哥哥我进去倒灯 鱼斗一按 哥哥 您帮着小弟 我建功立业 谁说不懂 有胆子就成 怎么办 您给我寻着风 我去倒灯 可别争了 我告诉你 如果往前一脉步 你要死的 将来郡主怎么办 哎呦哥哥 还管这 怎么倒灯要紧 嘿 我告诉你 真的一脉步 你要完了 哥哥我可对不起你 你瞧我的 说着王双拳的 他忘了就迈步 如果这脚要真落下去 那王双拳就得死了 千军一发 就在这时候突然间 在旁边的草葱当中 撑了一下 飞身就过了一位 快呀 两只手 按在王双拳的前胸 碰 把王双拳 按着就做了个屁活顿 哦呀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不要命了 这是颤头萝卜影子 王双拳跟鱼斗一看 面前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别的大烟带 认出来了 王双拳站起来了 老爷子 您是英雄得路 陆老剑客吧 我呀 混账东西 你怎么认识老剑客爷 老爷子 您别的大烟带呀 江湖上谁不知道 别的大烟带 陆老剑客爷呀 哈哈 我这个叫大烟带嘛 都成了名了 老爷子 您别乐呀 您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你这个王八告辞 我告诉你 这个咖喱 我天天来是没有人的 这老剑客爷怎么天天来呀 咱们前边说了 陆老剑客在二打剑山 蓬莱岛争热闹的时候到的 两边 打得挺欢 陆老剑客爷上了大船了 拿着烟带锅子 把瓷云打了 剑山要撤 为什么 董花云要来了 剑山唇望回撤 三庄的唇望前攻 这一乱 陆老剑客爷 趁着人不防备 三寸两纵的 就进了剑山棚来到了 找一山洞藏起来了 晚上出来偷点东西吃 一晃开就好几天呐 这天老剑客爷走着走着 来到了太平寨 这太平寨里 老寨主太平下质量 在大厅前边正在教徒弟练靶似的 太平下质量可给这些剑客爷帮了忙 帮的不少了 头一个赠给董签一口宝刀啊 二十几个徒弟 跟着师父学习把势 弯腰踢腿 打拳练习刀枪 陆老剑客爷听见声音了 纵山行上房 往下瞧着 这徒弟练的可真不错呀 老剑客爷看着看着 忘了在剑山了 哎呀好吧好吧 质量一听房儿有人 撑的一下就上房了 老剑客爷跑 他就追 开始追的时候啊 陆老剑客在头头太平下质量在后头 就差着七八丈远 质量脚底一使劲撑撑撑 嘿 这一使劲倒麻烦了 开始差七八丈 这一使劲差十几丈 质量把绝功都使出 走得快呀 脚下生风 更坏了 陆老剑客在头了 太平下质量在后头 差二多丈了 质量明白了 心说我这能耐 跟这老人可差远了 喊吧 哎 我说老爷子 您跑什么 英雄得路 陆明瞻站住了 一回头 混账东西 你追我不跑吧 你不追我也就不跑了 质量走到近前一看 您是露老剑客吧 哎呀 你怎么晓得呀 天下文明 老剑客爷 您瞧您别的大烟袋 哈哈 我的大烟袋 我的大烟袋 我的辞明了 哈哈 老剑客爷 您别乐 这是建山鹏来到 您怎么这么大的事 哎 我晓得了 你是哪一个呀 晚上我是中风门户 太平侠质量 老前辈 您这从哪来呀 哎 你是质量啊 乌鸦 什么叫我是质量 乌鸦呀 乌鸦呀 掺头萝卜英子 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 这么回事 这么回事 英雄得路 陆明瞻 就把自己的情况 什么缘由 说清楚了 太平侠质量点了点头 老爷子 您哪 赶紧跟我进我的大寨吧 在我这大寨这住着 保您 吃的保 睡的香 什么事都没有 好吧 你这个小子还很孝顺 走吧 这样的 爷儿俩呢 就进了太平大寨了 陆老剑客爷 住在太平侠质量这 有吃有喝 无忧无虑 哎呀 我说质量啊 我每天没有事情光吃光喝 我老人家是不喜欢的 我要干一点事情啊 哎 我要干一点对天下有好处的事情 那我才得意 太平侠质量一想 这老爷子 是不是也为这盏灯来的呀 老人家 您是不是也想把八宝夜明灯倒出来 送到北京啊 哎呀 这个宝灯是什么东西 我怎么知道 它在哪干里 我也不知道啊 那老剑客爷 您不是为宝灯来的 哎呀 那就算我为宝灯来的吧 嘿嘿 老剑客爷 您怎么说都有理啊 你这个颤头萝卜鹰子告诉我宝灯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就为宝灯来的 老剑客爷不傻呀 说宝灯宝灯就有事啊 老剑客爷 画图画亮与尤达北京 宫中大内倒了一盏灯 我跟你说 放在九寿贺天亭了 这九寿贺天亭 那是谈天谈归临的岳父 设下的潇潇埋伏啊 总贤在我这儿呢 分贤在哪儿 也归我管 老爷子 您要打算看看灯 要打算拿这盏灯 或者您有什么事 我派个徒弟 今天陪您到九寿贺天亭去看灯 好的呀 我呀 那么老剑客爷我就去一趟 陆明湛有陆明湛的想法 等吃完晚饭 太平侠之亮呢 就派了一个徒弟 这徒弟呢 兴赵教赵亮 领着老剑客爷 就来到九寿贺天亭 这赵亮用手一指 老剑客爷您看 这个周围可全都是潇潇埋伏 厉害极了 谁踩一脚底下翻满 一翻 准此无疑 您看这点小屋了没有 分贤就在这小屋里 下次赶紧开锁 问了人家要去看看 这分贤怎么回事 这赵亮就把锁头开了 推门 人俩就进来了 老剑客爷一看这屋里漆黑 这赵亮呢 就把这小灯点上了 剑客爷您瞧 陆民站一看这儿个铜拐子 就瞧这赵亮一伸手 把这铜拐子碾到十八口 这分贤就算关了 只要把贤一关 这九寿贺天亭 所有里外的萧丘埋伏 就全都关上了 可以踏得实实进去了 太平侠之亮这铜鸡照亮 领着老剑客爷 致民站就进了九寿贺天亭 到了亭中 看见八宝灯了 有一条案 在案的底下 放着一包包皮 这包包皮里的 就是八宝夜明灯的灯盒 老剑客爷 您看清楚吗 我看清楚了 可以走了 您不要灯 嘿嘿 这个灯我是要的 那得看这么个要法了 赵亮就陪着剑客爷出来了 到了屋中 把这咸要开了 把这门锁好了 跟着老剑客爷 回归太平寨 师父 我陪着老剑客爷 看清楚了 您看怎么办 老剑客爷 看清楚了 您怎么不拿灯啊 我呀 你不要管我吧 把这个钥匙给我就行了 太平侠之亮 就把这小屋的钥匙 给了老剑客爷了 这老剑客陆民站 每天白天 在太平侠之亮这寨中 吃喝睡觉 到了晚上天一擦喝 他拿着钥匙 就来到九寿贺天亭外 在瞧着 他猜着 准得有人来倒灯 每天晚上出来 天快亮了 他回去 只要这样一天两天 三天四天没动静 今天晚上 他正在这草丛里待着呢 突然间看见过俩人 这老剑客爷信说 你们这两个人想倒灯 没关系 你们只要懂得消消埋伏 你们就把灯倒走 交到北京去 我就算踏实了 如果你们要不懂 这消消埋伏 嘿 你们可千万别倒 这陆老剑客在这草丛里头 目不转睛的敲着 王双全跟着鱼斗 俩人禁锢了道灯了 对着消消埋伏 一瞧不通啊 俩人的还争呢 老剑客也全听见了 这意思呢 你们就不懂得 消消埋伏 还想迈步呢 混账东西 千来送死 他瞧王双全 把这脚抬起来了 陆老剑客 蹭了一下 纵神就出来了 双掌一打扑通一下 把这王双全 打一屁股堆 参头萝卜英子 混账东西 千来送死 王双全起来 认出的是陆老剑客 这才磕头 把来意说清楚了 老剑客也拿着大烟袋 烟袋锅子 直敲点王双全的脑袋 你们两个 真是韭菜 博菜 烂芹菜 参头萝卜英子 混账臭豆腐吗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会 跑到这咖里来倒灯 再往前卖一步就没命了 这边来 两个人跟着陆明瞻 来到分贤这小屋外头 老剑客爷拿出钥匙来 把这锁头开了 推门进去 挤一下 就把这分贤 就把这分贤给关了 然后退出来 把门锁好了 混账东西 自己平安无死了 快到里边倒灯吧 哥俩就跟着陆老剑客爷 迈步望里走 直接来到九州贺天亭上的九层台间 进了贺天亭 里边非常的黑 老剑客爷来过呀 领着他们到了楼梯口 蹬蹬蹬上了楼了 伸手把这楼窗就推开了 推开楼窗了 外边的月灵 跟星象的光亮 就照到这九州贺天亭内 看清楚了 一架长条岸 周围有这么十几把椅子 岸头上放着文方四宝 纸笔墨烟 在岸子底下 放着灯盒呢 外边是用蓝包皮包着 就在这九州贺天亭正当中 吊着双龙八宝夜光灯 光滑璀璀璨 就瞧陆老剑客爷一飞衬就起来了 左手抓住了宝灯的链子 右手一伸手就把灯摘下来了 轻轻望下一露 王双全一伸手 就把这盏灯里边的油丸取出来 把灯呢就倒在岸头上 拿了一张纸给擦干净了 要把这灯碗呢放到灯中 拿纸给塞进了 在这岸子底下 再把这灯盒拿上来 蓝包皮打开 盒盖打开了 就把这灯折叠好了 往里一放 用指给塞延了 盖子盖好了 蓝包皮一包 王双全呢 就把这蓝包皮背在身后 胸前一击扣 挺立了 陆老剑客爷乐了 我呀不错呀 走啊 这爷仨呢 就油打上边下来了 出了九寿贺天亭 我呀 你们两个混赞东西 要仔细留神 我可要走了啊 两个人给剑客爷磕了头 陆老剑客爷走的 这哥俩仍然走边山望回 奔帅府 两个人正往前走的 突然间苍苍 游打这树林中 窜出两个人来 嗯 双方全愣了 站着 干什么呢 身背后 背着什么东西 王双全大师 一经仔细一看呢 好像面前这人 是一个寻山的棋牌 身后的是他的亲兵 啊 朋友 我是大帅府的棋牌官 我姓王 因为我家帅爷的包妹要出嫁 英王千岁呢 把这八宝灯赐给元帅 作为聘妹妹的庄联 谭元帅呢 叫我今天把灯给取回去 哦 这么回事啊 请吧 于斗就放心了 心说谢天谢地 幸亏我哥哥会说 总算化险为夷了 哥俩回到了棋牌营 游打着屋子南后窗进去 不敢点灯 王双全把这宝灯取下来 往这桌子底一放 两个人这才睡觉 到了第二天天亮了 王双全跟鱼都起来 商量 趁着今天休息 请假 好离开建山棚来到 就在这时候 院子里刷了一下 就乱了 好像进了几十个人 有人高声含嚷 屋里人 全出来战队啊 大帅信话 听出来了 进来的人可不少啊 于斗就把桌子底下的灯盒 往里用脚踢了一下 然后把军人带好了 王双全两个人就出来了 这棋牌营里48名棋牌 全都出来了 占了两行 一共是24对 王双全在前边 他是头啊 于斗呢 站在后边 一瞧 谈天谈桂林 面沉如水 在谈天身背后 四个战舰将军 照灯照亮 十天龙 十天凤 还有48名 王军武士 手持军人 威风凛凛 煞气腾腾 旁边还站着两个 一个是诸葛剑 一个呢 是杜清风 这48名棋牌官 谁也不敢说话 谈天拿眼睛挨着个的看 扫了一遍 最后呢 这眼神就落在了王双全 跟后边的鱼斗身上 昨天晚上 有人冒本帅之名 到后山九寿贺天亭 盗走了八宝夜明灯 赶紧献出来 念你们是出发 如果要是不陷 被本帅查出来 定杀不上 遇到王双全 心说坏了 这斗灯的案 怎么翻了呢 坏的哪了 坏就坏到 昨天晚上 有打树林众 走出这二位了 这二位还没什么关系 这二位呢 身后头还有两位 身后这二位是后山 一次并肩王 贺天奇手下的人 王双全跟鱼斗道登 让后山的人知道 可就坏了事了 到底王双全鱼斗 性命如何 下回再说 稍后 这三位最后 要什么 出发 船背 北京 尾队 冇 出发 冇